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主持人的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 字典是伴随一生的老师 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贫困地区 孩子们使用字典的问题 孩子们学习能力的养成 就要从学会使用字典开始 我们大家决定要用更多的时间 帮助山区的孩子学会使用字典 是吧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 这个字应该是这样 是吧 开始先找到里面有错别字 这个字典已经错了 为什么错了呢 一个日子吧 太阳光照下来才暖 就到南简次的这个字表 比划一下有几个音 我们让两个组再各出一个人 我们用王字盘 如果要查王字盘 需要查期划了吗 加油 可以了 耶 帮助孩子们学会使用字典 被他们插上放飞梦想的翅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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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